楊敬天先生擔任主持人 三位語壇人分別為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 趙建民院長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何思英教授 政治大學外交系 黃潰伯副教授 接下來將會有主持人做開場 每位語壇人 則有15分鐘時間進行發表 後面截止由台下觀眾朋友們 提出意見或者問題 最後再由主持人做總結 那麼現在 我們就將時間交給主持人 楊敬天前秘書長 謝謝主持人 謝謝 最近這幾年 大家都非常關切 我們國家的處境 國家的處境非常危急 但是這中間 大家比較關切的 可能是其中的兩岸關係 跟我們的對外關係 因為這兩項關切到我們的安全 我們在探討的時候 我們在探討的時候 找這兩項 向土人告訴我們 我們放在心上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辦法想出 怎麼樣讓我們的處境 能夠轉回回安 首先總統還有江院長 蘇董事長的演講裡面 告訴我們很多這中間 我們必須要關切的 今天我們這一場有三個指題 第一個議題是有關兩岸的關係 兩岸在我們對外關係裡面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 它也關係到接下來的 我們跟美國、中國大陸關係 我們對外的外交關係等等 所以這三個議題其實是相關聯的 這部分牽涉到一些基本的觀念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外交界的前輩提到過 兩岸關係的位計量是高於外交關係 這一項的說法可以說相當的務實 相當務實 過去有一段期間 在2008年之前 兩岸關係非常的緊張 從早期的學習台灣 到後來的兩岸做到軍事演習 那之後呢 在2008年的這個18年期間 我們採取一些務實的作法 兩岸關係獲得相當它的改善 也就是在這個期間呢 我們也加強了跟美國的負信 改善跟美國的關係 那一再有美國的一再的鼓勵 我們跟他開啟了對話 兩邊牽涉了23項的協議 剛剛總統在支持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過 這就是我們在那段期間 把非常緊急的兩岸關係 變成河環 讓台灣海峽變成一個 和平的繁榮的大道 也同時啊 紓解了個頭關心的 台海是不是變成一個火藥鋪 台灣事實上在那段期間呢 被稱為是我們 是這個和平的遞造者 和平遞造者 但是曾幾何時呢 我們最近的這個四年多來 兩岸關係又變得非常的緊張 而且在這個政治的炒作之下 有人會要選票啊 挑起這個仇中反正抗中人 這一種老百姓的情緒 從中間啊 獲得選票的利益 這個對我們來講啊 國內 國內政治的影響當然是一件事情 但是在我們的對外安全來講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可以說一個危機 所以我們第一問題就是要考慮到 這個問題會不會讓我們台灣海峽 從過去的 特別穩定的一個控制大道 變成一個另外一個火藥鋪 第二個一題是 有關對外關係裡面很重要的 中美台的關係 我們提到這個中美台的關係 兩個都脫離不了 我們剛剛提到兩岸關係 然後提到失散 其實兩岸關係跟這些都相關的 那這中間美國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中美關係跟美台關係 也都很重要 我們要了解這個外交關係 外交事務啊 它講究的就是一個 現實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 不能說純粹的這個理想主義 沒有一個國家是在講 國際事務的時候 我講是理想主義的 那麼我們在探討 美國跟中國大陸對抗之間 我們的處境的如何 我們應該採取什麼立場 才符合我們國家的長遠意義 就是這個議題要討論的 我們看到過去這幾年 但是我們國內有仇中反中 抗中 將中國大陸快速崛起 以及美國大選僵刺 美國大選在這個情勢裡面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大選僵刺 所以美國跟大陸關係 這些年來 也非常的緊張 在貿易戰 科技戰 資訊戰 管路戰 南海議題 香港議題 以及關障病毒的這些議題 相當大的衝突 關係非常的緊張 同樣的連帶影響到了 台海整個情勢 這個過去 台海曾經 有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很肯定 但是2008年 長了這個8年的工作期間 改善兩岸的關係 是我們那個時候的成就 這種成就 我剛剛提到過 是將我們成為合體的締造者 也就是因為美國的鼓勵 我們也開始了兩岸的對話 簽署了23項 相當重要的 而且很多是關系到我們主權 而一點沒有上市主權的一些協議 所以這種我們沒有上市任何主權之下 改善兩岸的關係 讓我們在兩岸的處理上面 可以說是一個 受到世界的沈默 但是這一段期間 我們剛提到說 我們必須要探討一下 我們是不是還會再有戰亂的危險 和戰亂的危險 如何維吾我們本身的安全 同時呢 監督我們自己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第三個議題就是我們要探討的 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 尤其是比較一下子 我們在過去馬中央在電子正在八年期間 跟現在 後來一六年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要的處境如何 先不講別的 我們在對外關係上面很重要的邦交國 短短四年裡面 喪失了七個 各位一定想到 喪失邦交國以後 每一個喪失一個邦交國以後 大家找了一兩間 好像大家都忘記了 但是很容易不了解 邦交國也許這些是窮國家 或是弱小的國家 但是這些國家 跟我們建立外交關係 是彰顯我們是主權國家 或是不是主權國家 根據國際法 你是主權國家 不是自己說了算 不是台灣說我是主權國家 這不算是必須要別的國家 給你承認 給你外交承認 甚至跟你建交 這就是為什麼 每一個新建國家成立以後 急急忙忙的 要尋求各國 也以外交承認 或是參與 由主權國家組成的重要的 國際組織 採取的集體 給你承認的方式 來張顯你這個 儲存國家 可是當我們主權國家 一直喪失以後 我們真的會哪一天 變成像香港一樣 像澳門一樣 我們口口聲音講 不要像香港 澳門一樣 但是我們自己所做什麼 正在吵著那條額走 這是我們非常擔心的 這種情形 如果將來哪一天 總統就職的時候 我們國慶的時候 國內重要慶典的時候 都不會有一個主權國家的元首 政府首長 滿足以外國的大學 跟我們拍拍座 跟我們一起來慶祝 各位想想 我們那個時候 就像這樣當澳門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 大家必須要深思熟慮 跟大家講說 我們以前參與的 國際組織 像是關於我們 國人身體健康的 世界衛生 大家會當觀察人 關於我們非常安全的 ICEO 當觀察人 等等 這些都是很重要 另外一番部分就是 我們的 非政府組織 國際的參與 有一個被迫卸 我們以前以中華民國國民 建立的 諸外的代表處 也依對一個被剝奪 改了名字 被迫改了名字 被迫改了名字 如何以造成的 為什麼我們在的時候 會有這個問題 今天為什麼處境處在這個程度 台灣的外交淪落到這個程度 原因究竟在哪裡 大家要深思 這不只是原因 我們要探討 我們今天要怎麼樣做 所以 我們提到過 外交的工作 還有兩岸的工作 我們就是要在國際間 研造一個我們台灣生存發展 有利於台灣生存發展的一個空間 可是我們現在所造成的一個處境 跟我們的外交目的 跟我們的兩岸目的完全相反 我們處境很困難 所以我們不得不 以很沉重的心態 來探討這個兩三個問題 未來節省時間 我們就申請第一個議題的主談人 趙任堂 趙教授 趙任堂是中文化大學 社會科學院院長 也是國家發展 以大陸研究的 這個特約講座教授 他曾當陸委會的副主委 也曾經在國立生存大學 擔任過教授 這一方面 他是一個專家 有代表的 我們現在就請趙教授 要感謝主持人楊秘書長 馬總統 江院長 蘇秘書長 高秘書長 各位先進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早安 早安 非常高興 也不能講非常高興 接到這個邀請 今天來做這個發言 我跟蘇前秘書長一樣 我相信在座 絕大多數先進同仁跟我心情會一樣 心情並不輕鬆 我今天選擇的題目 叫做百年變局下的兩岸核戰 當前我們處在百年大的世界重大的變局 我相信每一個國家 都想辦法佔據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不過 我們自己的國家 看起來現在是處在一個比較最不利的位置 那麼怎麼樣在這個變局裡邊 在兩岸關係 我們過去都談兩岸交流 怎麼樣去交流 九二公司是兩岸交流的一個要事 可是我覺得現在我們要談的 多數人大概也都同意 是核戰的問題 現在大概也談不到交流的問題 我感覺我們現在是過去四十年來 為什麼說四十年來 因為1979年中國大陸 算是一個分水嶺 1979年是一個階段 以前是一個階段 1979年以後是一個階段 它開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然後兩岸政策 開始它所謂的和平的統一政策 那麼在這個四十年裡邊 正好到今年正好差不多四十年 我感覺今年是最危險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成功地度過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大的環境是中美 中美的這個強權的爭霸 當然在最近以前 多數學者會覺得中美中需一戰的 戰成這樣的論述的人應該是少數 其中一個就是韓國大學的最著名的教授 所謂國際危機最著名的教授 他寫了一本書在那兩年前 The Daytime War 他是主張中美會戰的 那時候他是少數 現在感覺他就不一定會是少數了 那就台海地區來看 我隨便舉些例子 澳洲前總理最近八月在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 他說未來三個月中美軍事衝突風險非常的高 澳洲的現任總理也在八月六號說 他們上個月的國防政策評估報告裡邊 同意前總理的估計 也就是中美開戰不再是難以想像的 剛剛蘇起教授引述的前美國兩位國安的高官 也是在未來三個月裡邊 兩岸有可能出現非常緊急的狀況 那麼在Wall Street Journal最近八月十四號的那個Editorial 他的社論裡面講未來四年中國大陸對台灣可能攤牌 哈佛大學著名教授研究中國大陸最著名的Israel Vogel 傅高義教授說 北京擔心台北跨越紅線 台海有可能爆發戰爭 美國的彭博新聞網說 南海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爆發衝突 軍事衝突最高風險的地區 Washington Post最近也在七月七號 然後在香港事件之後 香港關於香港就說 今日的香港可能是明天的台灣 類似的言論很多啦 我隨便舉例 我要言後七月七號 港版國安法當作統一的治理藍圖以後 那麼下一個就是台灣 他特別引用中國大陸一個專家說 在2021年也就是明年肯定要做這個事情 那Michael Green跟這兩個是美國前國安會的官員 他說Is Taiwan the next Hong Kong 我隨便舉例啦 就說告訴各位 這些都是國際的著名專家 都不是小報 都不是路邊消息 都是重要的國際的媒體 或者是重要的這個知名的 有經驗的國安專家 我覺得現在問題最大的就在於 美中台三邊關係三個三家同打最不穩定 最危險的民族主義派 過去大家都沒有美國 跟我們都一樣打民權主義 針對中國大陸專制 我們打民權主義加上民生主義 美國經濟 台灣經濟過去還是相對有優勢 現在全部改打民族主義派 當然民族主義派是中共的老本行 老本行他的老戰場 現在三家都打民族主義派 這就使得我們的情況非常的不穩定 先講中國大陸 我感覺中國大陸有三個不利兩岸和平的因素 第一個 就是說稍微有一點點念過中國大陸 一點點歷史的人都知道 打開歷史第一頁就說百年國詞 150年1840年開始講對不對 因此怎麼樣使得中國大陸要翻身翻轉 這是他們150年以來最大的喜悅 也就現在習近平講的偉大復興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期 台灣不一定需要幫助中國大陸 重返他的過去的這樣的國際舞台 可是假如台灣被他認為是幫助他的另外方面 一個強大的對手 遮止他的話 那形勢就完全不一樣 我再重複一下 台灣不一定要幫助中國大陸 在他所謂的偉大復興裡面扮演一個角色 我們不一定要 可是假如他認為你是幫助他 國際勢力 他所謂的反華勢力來遏止他的話 那他的感受他的戰略完全不一樣 這個第一個不理兩岸和平的因素 第二個每一個人要連連任都是無所不用其極 看我們這裡看美國 那明年輪到習近平 今年蔡英文加上川普 明年習近平 蔡英文會玩打中共牌 習近平現在打中共牌 川普打中共牌 習近平不會打他的牌嗎 第二個很不利的因素 第三個 中國大陸現在內部真的是不太穩定 因此習近平上台以後 他的是強勢初期 內外都是強勢初期的 外交 有人把他稱為戰狼外交 我過去在聯合報也特別用這個名詞 寫了一篇短文 就中國大陸所謂的戰狼外交 取代他以前叫做韜光養晦政策 在1990年的初期 鄧小平在三次的會議裡邊 講了他們所謂的韜光養晦政策 後來他們把他收集起來 大體就說現在還不到出頭的時候 在國際上不要跟主要的大國去對抗 大體來講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可是在2008年左右 全球金融風暴 中國大陸開始做了微調 叫做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可是習近平四年以後 2012年上台之後 再也沒看他提過這四個字了 韜光養晦 他完全是有所作為了 前面四個沒有了 就後面有所作為 我個人覺得他的所謂的戰狼外交 有三個內容 大體來分 第一個是國際經貿的大戰略 他有個很大的國際經貿的戰略 這大概是根據美國司馬漢的海權論 他大概根據以前100年前英國的麥金德講的 以歐亞心臟地帶理論 他做的一帶一路 待會我再放這個地圖 一看就懂了 他推出了一帶一路 亞特航金鑽五國這個陣營 中國製造2025 中國標準2035 這些經貿戰略把美國給嚇到了 這是為什麼川普要開始打擊他 最大的原因 因此我個人覺得中國大陸現在有一個經貿的國際大戰略 是一個有攻擊性的現實主義 他就非常攻擊性非常強的 他覺得這一方面他應該是實力夠了 他有一套很長遠的規劃 可是在軍事方面 他看到蘇聯的前居之間 美蘇軍事競賽 使得蘇聯支持不下去了 最後倒下去 因此在軍事方面 中國大陸並沒有這麼樣的強勢 我感覺他的目的 現階段只是控制鄰近的水域 南海東海跟台海 出了這三個地方 他暫時不去 經貿上一個國際全球的大戰略 可是軍事安全戰略就是控制鄰近的水域 第三個對我們關鍵 一樣關鍵大的 就是說主權不容挑戰 非常的清楚 你看這黨版國安法 香港究竟會不會喪失它國際金融地位 會不會喪失它自由港地位 不再考慮 那麼台灣選舉會不會造成結果 不再考慮 他要公布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就公布 他要港版國安法 就港版國安法 他認為他的主權的主權議題 非常的強勢 管你是台灣哪個黨上台 不再考慮 他難道不知道他在去年1月2日 公布了這樣的一個講話會 以上台灣的選舉嗎 這就是說主權方面不容挑戰 可是各位看這三個裡邊 對我們多不利 他的國際大戰略我們完全沒辦法參加 然後他在東海、南海、台海 現在這麼積極 然後主權方面這麼積極 對我們非常不利 最後他對內全方位的改革 即使毛主席時代 他解放軍都不去動的 他作為最後一道安全的防線 穩定的防線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都沒動到解放軍 解放軍是作為 穩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動力 可是習主席 把軍隊改成什麼樣了 各位隨便去看一看 對不對 整個結構性的大調整 他對內全方位的改革 全面的打談 高度的集權 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萬馬其鷹 什麼意義 對外會怎麼樣 你自己可以想像 加上他內外情勢 現在真的是不好 習主席怎麼樣連任 憑什麼連任 各位 內外情勢這樣 他憑什麼連任 那會不會 像台灣我們會打中共牌 他會不會打台灣牌 我沒有辦法幫他說 我只提出現在可能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這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他的一帶一路 看得清楚整個發展的趨勢 那美國的政策 從過去的貿易戰到現在 我把它稱為抗中保川 各位看 川普剛剛講的這句話 如果選輸了 中國將擁有美國界 你們都要學中國 所學說中國話 跟我們總統競選期間講的話 多麼的類似 就是抗中保台 他叫抗中保川 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政策 對付中國大陸 我就不一一來列舉了 那麼第二個要講的 兩岸現在實力 它已經高度的失衡了 然後一個認知的鴻溝 這兩個都是非常不利安全的 就實力太過 差距太過嫌疏 加上認知差距鴻溝的話 這兩個都是最不利和平穩定的 我們看兩岸的這個 對於現實的解讀 台北方面 總統一直講維持現狀不挑釁 今年5月20號他講的 各位看他講的我就不講了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他四年前講兩岸溝通對話 維持和平穩定發展 因此台灣老百姓都不怕了 為什麼 我們覺得我們是主張和平 我們不挑釁 因為總統天天這樣告訴我們 可是中國大陸 他是怎麼樣的解讀呢 你在文化上去中國話 叫做數點望主 最近我還看到媒體說 蔡總統第二任之後 習蔡有沒有可能進行對話 真的不知道想到哪裡去 人家是認為你數點望主 你要跟他對話 你看充分證明我們的危險性 我們覺得我們是和平 愛要和平 我們不挑釁 我們要維持穩定和平的現狀 可是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他認為你現在 聯合美國遏制中國夢 這兩條加起來 兩岸如何維持和平 因此兩岸現在一定是惡性的循環 然後第三個要談的 我們在中美之間 究竟要不要選邊的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個先看美國的亞太策略 美國的亞太政策 我覺得是兩個了 現階段偉大復興 美國也是偉大復興 加上他現在有選舉嘛 就變成抗中勝選 對中國的策略有經濟的內容 要抑制中國的高科技 然後挑戰中國的主權議題 我覺得美國現在現階段是這個樣子 那麼他的印太戰略 基本上沒有實質的政策 基本上軍事為主 實質性他對於他周邊國 其他東亞國家 從來不做什麼承諾 提供給你新的經濟援助 軍事援助都沒有 反而要求日韓都要減 都要分擔軍費 對台政策一樣 他沒有什麼實質性的 都是口頭性 宣誓性的 就是說 那麼他在最近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以前 也沒有簽署挺臺 他可以退出以前 他可以連續支持台灣 加入世界衛生大會 世界衛生組織 他都沒有做 實際上的他都沒有 那麼在選前 他選前三個月之內 他派最高的內閣 成績的官員到台灣訪問 很難讓人做出想像了 我可能再加快一點 那其他國家的政策是什麼 看澳洲 我們都說澳洲跟美國最忠實的友邦 他也做了很多的 很多的防禦中國大陸 跟美國的結合防禦中國大陸的一些動作 可是最近他們開會 他們雙方宣布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加國際組織 支持台灣觀察員參加有主權性質的國際組織 跟台灣保持穩定的非官方關係 跟以前的政策一點都沒有改變 那麼澳洲跟韓國在五年前都簽署 跟中國大陸都有了自由貿易協議 他怎麼樣 會跟美國抗中會抗到什麼程度 日韓大體也是一樣 日本對中國大陸解放軍騷擾這個釣魚來非常的厲害 在其他方面他們很多的問題 可是最近他們外長熱線 雙方確保今年年內簽署RCEP 日本加入的中國大陸主要的推手 然後加快中日韓的自由貿易協議 然後日本也從來不邀請我們加入CPTPP 他可以邀請我們加入 日本最近開放國際也台灣沒有包括在裡面 日本官員好像過去四點從來沒有到台灣吧 韓國大體一樣 最近今天楊潔篪到南韓去訪問了 他們要商談習近平會不會 有沒有可能到韓國去訪問 就是說大體來講 越南差不多 大體來講我們周邊國家都採取的是避險的政策 就是說跟美國形成一個價值軍事的聯盟 然後經濟上跟中國大陸保持更好的關係 然後比以前更不敢接近台灣 台灣是一個唯一的例外 我們是反其向而行 那我就直接進入我的結論 我們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兩岸政策 我覺得我們第一個要的兩岸政策 一定是我覺得我們總統第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說 能夠進行兩岸對話和平對話 才有資格做我們的總統 我希望這一條寫入我們的總統選報法裡面 就你要有能力解決兩岸問題嘛 第一個就是說 要能夠保護我們的大陸市場的經濟 我覺得我們被美國這句話誤誤 就是說害得很慘 叫Decoupling 美國是市場經濟 美國政府管不了他們的經濟 可是川普說Decoupling 所以我們信以為真 真的要去跟中國大陸Decoupling 可是你看最近 今年的中資 中國的企業到美國的上市 美國企業到中國投資雙雙賬 然後Tesla剛剛在中國大陸投資50億美元 美國銀行在擴大中國大陸業務 我們的銀行在中國大陸沒辦法經營 當然不允許嘛 第一個我們必須要這個能力 第二個國際主權一定要能夠挺進了 剛剛楊秘書長講了 馬上結束 我們過去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台日與月協定 參加國際組織 香港成立代表處 那以前我們叫做香港叫做 一個什麼旅行社嘛 對不對 以前叫做旅行社嘛 馬總統上來以後成為台北經貿代表處嘛 現在基本上已經停止運作了嘛 所有代表都不能派嘛 六個組五個組長全部回來了嘛 像我們派在香港的差不多 也差不多要終止 這個美國衛生部長 剛剛來台灣簽署一個連備忘錄 可是他裡面講的最有實質的內容 他提到台美在2015年簽署的 Glob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ramework 他說我們已經訓練了200多個專家 其他講的都空的了 唯實質的內容是2015年簽的嘛 蔡總統上台以前簽的嘛 然後第三個 我們的兩岸政治必須要能夠參加國際金融整合啦 這個過去我們有能力簽 跟很多其他國家完成可行性評估線全部停止了嘛 第四個 兩岸不能軍備競賽嘛 我們現在你看天天買之買那 兩岸開始軍備競賽 第五個 大陸必須尊重台灣嘛 每一個都討厭台灣 想武功台灣的話 武力解放台灣的話 我們還有什麼前途 那因此我的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需要的是以上方案 這都是以前我們做過的 能夠開展的 的2.0版 可是我感覺現在我們是-2.0版 謝謝 我們謝謝趙院長非常精闢的 就有關兩岸的一些議題 給我們這個說 那接下來我們就談有關 對外關係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這個中美台這三邊關係 當然我們中華民國對外關係裡面很廣泛 這個GD有涵蓋各個層面各個地區 那這中間最重要的是中美台 這三邊的這個關係 特別是美國這一陣子以來 他們這個國內選舉 乃至於後來的接下來的這個疫情的發展 這東西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在這三邊關係裡面 現在接下來我們就請何欣 何教授 來給我們解說 何教授是這個淡江大學 這個國際關係 一個很有名的知名的教授 他曾經擔任過這個國安會 總統府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也擔任過這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的主任 政治大學的教授 所以在學問的方面 在食物的方面都非常的豐富 我們現在就請何教授 馬總統 還有各位先進 我很快點就進入主題 那麼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關心美國大選 這個實在是兩岸之間 跟美國大選的結果 關係太嚴峻了在這裡 那麼我要講的呢 先是講這個美國大選的結果 那麼剛剛小趙剛剛講的是中國大陸的內政的問題 那麼我呢就講一下美國啊 他國內的政治啊 他現在是怎麼發展的 那麼呢 我們看第一頁啊 我們看第一頁啊 很快 摩得快的把這些 Paul Courant還給過去啊 第一頁 第二頁 OK第二頁啊 其實我們只要看兩個數字啊 克林頓呢 在這個上一次啊 只拿到232張選舉人票 那麼川普啊拿到306張 我們只要看到這個數字就好 那麼美國啊 他的選舉人啊 是200 要贏的話呢 是要拿到270張 這是整個我們的基本性 下面 下一張 好 那麼這個是 美國 National Public Radio 那個算是真正啊 這個中立的啊 那麼他現在的估算呢 是民主黨啊 拜登啊大概可以拿到297張 川普呢 可以拿到170張 再下一頁 好 那麼 當我們研究美國政治的時候啊 很重要的就是 當然現在的這個媒體 尤其是這個新媒體啊 Facebook啊 Twitter啊這些 他是有些什麼樣的趨勢啊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在台灣呢 也是這個樣子 用很多的大數據啊 來研究 選舉的結果 那麼在 因為這幾個稿子早啊 所以我用的資料沒那麼新 但是呢 趨勢啊 大概是每一周的周平均率啊 這個 川普啊 跟川普 interact 在Social Media 在社交媒體上 網站媒體上 跟川普啊 互動的呢 大概是9000萬 拜登呢 是遙遙的落後 他只有1500萬 當然最近啊 因為昨天的民主黨全國代理大關才結束提名拜登了 所以呢 現在爬起來一點 好 再下面一張 那麼現在呢 就是美國大選啊 他最重要的議題是什麼 那麼 他最重要的議題啊 第一個 當然就是疫情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 種族的問題 第三個呢 是經濟 第四個呢 才是外交政策 我們今天呢 在這邊 看著從馬總統到 到我們剛 蘇董事長 一直到 趙老師啊 他一路下來啊 我們大概最關心的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 可是呢 在美國自己的選舉裡頭呢 他重要的前三名啊 不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啊 最重要呢 當然是疫情 你可以看到疫情 和美國的外交政策啊 差了非常的多啊 一個是 一億兩千七百萬左右 另外呢 在外交政策上呢 他只有一千一百萬啊 他的這個 社交媒體上的活動 在下面 好 那麼這個呢 是我用這個 Google Trend啊 去找出來 說美國啊 他現在 Google Trend 很好用了 大數據最開始的事情 最開始的一個 基本工具 那麼 你可以看到 拜登啊 是藍色啊 他都趴在那個最下面 大家對拜登啊 是 沒什麼太大興趣的 那麼 真正有興趣的呢 是 綠色的 這個 冠狀病毒 然後呢 橘色的 然後是 橘色的 是 經濟 然後在下面 欸 對不起 回過頭來 那個是紅色的 是川普 在下面 那麼 那麼 538啊 呃 是一個網站的名稱 那個 為什麼叫538呢 因為 他是美國選舉人 呃 選舉人團裡頭啊 他的總數啊 538票 那麼 這個呢 是我知道 在美國政治裡頭 預測模型啊 是 最好的 那麼 這個預測模型 其中一項呢 是 呃 有關於川普他的多受歡迎 你可以看到 在截稿的時候 應該是8月8號 截稿的時候呢 川普的 這個 不贊成川普的表現的是 54.7 啊 贊成的呢 是41.4 在下面 那麼 這個呢 也是8月8號的 川普對上拜登 拜登 拜登大概都在 50%上下 49.9 川普呢 在42.1 那我們在下面 那麼 538啊 他 所以 我說他是最好的模型 就是 我們常常看這個 呃 美國 他的選舉 都看最新的民調 最新的民調 可以擺 有 大概有幾百家的民調 那麼台灣呢 和美國呢 都會有爆最新的 那麼 538呢 他強的地方是 把這些民調 他分級 然後呢 看看 他的準確度 他的metodology 他做民調的方式 他的sample size 還有他 跟選舉啊 是不是越來越近 啊 一月以前的民調呢 當然他就 就沒有那麼重要 啊 我們看下一個 不太不大 好 這張呢 是很重要的 我們可以看到 前三週 就是賓州 密西根州 還有 威斯康西 他的選舉人票 分別是 20票 16票 還有10票 加起來呢 是46票 那麼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在第一章裡頭 如果呢 這個 Clinton啊 Hillary Clinton 在2016年 拿到這三週的話呢 他就是贏的 那麼 這三週啊 賓州 密西根州 和威斯康辛州 又號稱為 藍色的牆 也就是說 民主黨 要贏總統大選了 一定要把這三個牆啊 給他維護好啊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川普在2016年 他 在賓州 只贏了 0.7%的選票 密西根更少 0.2% 然後呢 威斯康辛 0.8% 加起來呢 只有40多萬票 所以呢 這個 歷史的走向啊 就是在這三週裡頭啊 大概就 就決定了 2016年 川普贏的這麼少 那麼 如果看2020年的選舉的話 那麼 賓州呢 現在是 呃 拜登呢 贏6.6% 密西根呢 贏8.1% 威斯康辛呢 是贏這個 7% 你可以看到 這是 2016年 選舉的結果 按2020年 呃 現在的民調 那麼這個民調呢 是8月3號的 那麼 我今天早上 再check了一次 還沒有差多少 那麼 下面呢 那三週啊 也很有意思 那三週呢 是共和黨的 紅色的場 啊 這個三週呢 就是佛羅里達 29票 呃 北卡是15票 Arizona 呢 是11票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佛羅里達 川普贏了1.2% 但是呢 現在呢 呃 拜登呢 在民調上是贏5.9% 你可以看到 這三週呢 也是啊 開始倾向拜登 那麼下面的 這四個州啊 是真正 也是這個 共和黨的 最重要的 選票來源 選舉人票來源 是 德州 俄亥俄州 喬治亞州 還有Iowa 那麼你可以看到 這個德州啊 現在拜登少贏 但是我今天早上看 拜登又變成燒輸 這德州呢 都變成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搖牌州 好 再下面一招 很多人說2016啊 預測都是錯的 如果呢 這個 因為搞民調 我們看來呢 倒並沒有這麼錯 那麼很多地方 都還是對的 那麼今年的 2020 不是2016 今年的民調呢 這個 這個技術啊 比2020呢 有更大的改進 因為2020 大家發現呢 挺川普的 那些老的 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 蜂擁而出 所以呢 在2020年做民調的時候呢 就在大學學位 有沒有大學學位上面 做了非常多的家權 所以呢 現在他反應是很準確的 我想應該是很準確的 那麼 另外呢 因為居住的地區啊 也是這個樣子 那麼都會區 通常都是民主黨的 因為他的窮人比較多 黑人比較多 然後 然後郊區 郊區和外郊區 Exert 那麼現在是最重要的地方 兩黨爭奪的地方 那麼鄉村呢 大概幾乎啊 都是挺這個川普的 那麼2020呢 比起來呢 川普對拜登啊 從來沒有超過46% 現在的42% 拜登大概都在50%上下 那麼 另外一件事情呢 有意思的是 挺川普的人呢 是真的愛他 那麼挺拜登的人呢 是真的討厭川普 他並不是很愛拜登的 那個人很無聊的 然後呢 可是呢 這個真正啊 這個會去投票的 都是投川普反對票的 那麼另外呢 就是今年的第三黨的候選人 比起2016年差的太多了 第三黨的候選人 如果不是有這麼強的第三黨的候選人 這個克林頓啊 不會在密西根輸掉 所以這個呢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麼我剛剛講的 這個選民的認同啊 就是投給川普 反對川普的人 他是讀爛票 不是認同票 好在下面 好川普啊 競選的劣勢 就是 我剛剛你們可以看到的 Google Channel 應該也記得 川普啊 這個拜登的競選策略 是非常大膽的 就是啊 每天逐步出步 躲在他 德拉瓦州的 那個家裡的地下室裡頭 他就是不要出來 他不要任何的美光燈 那麼他讓所有的美光燈啊 都聚焦給川普 這是對川普的公投 那麼拜登呢 就神花洞 廣基良 廣基良 就是到處去募還 然後到處做這個廣告 那麼 冠狀病毒是最重要的議題 種族不定的經濟 我們剛剛看到 那三樣最重要的這個議題 不是外交政策 好在下面 好川普的營召 川普的營召啊 就是 這美國啊 給川普這樣走下去啊 也變成了一個這個 香蕉共和國 我這麼認為 那麼這個對他的 對國際政治啊 有非常大的影響 當美國的 我當然後面再提 當美國的這個 國際上他的 大家對他尊重的程度啊 下降的時候 那麼美國在很多地方啊 都沒有辦法實施他 國際政治的權利了 那麼那麼他壓抑選票 就是第一個 減少開票所 因為美國的 其實美國的選舉 我們說是11月3號 美國真正的選舉啊 大概在10月10號左右 就已經開始了 因為很多的郵寄的選票 就全部要寄出來 要寄回去 那麼川普的這個絕招呢 就是減少開票所 然後呢 撤壞了郵政總局的局長啊 把新的這個局長啊 上來 那麼這新的局長 一上來啊 就把那些熟悉郵政業務的啊 他換了 他一開始 我寫的時候 換了16 現在呢 換了24個 所以呢 美國郵局啊 就大亂了 我們其實 我們這邊也有類似的事情啊 他都不管了 不准郵差加班 不准呢 顧薪郵差 不准他增加送劍的班次 然後呢 總而言之呢 就是要耽擱所有選票 要送出去啊 寄回去 他就是要耽擱 然後 還有右派民兵組織起來 還是在那個 欸 投票所 恐嚇選民 第二招當然就是俄羅斯的干預 下面 這個跳過去 呃 那麼 剛剛 都講了 尤其是蘇其兄的 講到的 這個 美國的軍事在 軍事上 他的態勢是什麼 那麼 其實呢 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啊 他一連做了這五個演講 包括總統自己在內 做了這五個演講 每一個演講呢 都針對 美國對於中國啊 中國大陸啊 他不滿意的地方啊 他一路一路啊 就弄出來 所以呢 這五個演講啊 我仔細看了 其實是代表了美國 對中國大陸政策啊 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那再下面 好 那麼 美國的民意啊 對於中國大陸啊 也越來越不滿 現在呢 這個不喜歡大陸的是73% 喜歡大陸的是22% 繼續 下一招 那麼好 短期顧慮 短期顧慮呢 就是 美國對大陸啊 那確實是有敵意的 那麼 但是呢 他也是選舉牌 那麼這有可能呢 就是川普啊 如果繼續做的話呢 大概就是剛剛 蘇貞兄講的 就很多話 光說不練 他光說不練呢 這個 我們也蠻倒楣的 他又說又練呢 我們也倒楣 反正都倒楣 你就捨立現在的狀況 然後呢 美中雙方啊 最大的危機 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的閱讀剛剛 趙建林也講了 就是南海啊 其實擦槍走火的機會大 然後呢 兩岸之間啊 擦槍走火的機會啊 也大 蘇貞兄剛剛也有講到說 兩岸之間可以製造出擦槍走火 這裡頭最重要就是 台灣搞切台獨的 切香腸的台獨 大陸呢 馬上就反映出了 他切香腸的軍事活動啊 這個南來北往啊 尋來尋去啊等等的啊 那麼經濟很差 民主主義啊 大家都高漲 剛剛這個 建林也講到的 就是 大家都會打大家的牌 那麼 下面一件事情啊 我覺得是最危險的 大家 我們剛剛前面 包括總統提到 就是 川普啊 他已經啊 講得很清楚了 他如果不贏的話 他講得很清楚 他如果不贏的話 就一定是被做票啊 做掉的 所以呢 美國共和黨啊 已經在各州啊 顧了這個 律師團 就是在各州啊 都要興奏 遍地烽火的興奏 那麼 換句話說呢 川普選輸了 他為 他已經說過 他絕對不會承認的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 Hillary Clinton啊 在民主黨大會的第二天說 如果 真的美國要贏的話 拜登要贏的話 必須呢 要贏得非常的多 必須一個 必須是一個 Land Strike Victory 要不然啊 川普啊 就只賴在白宮裡不走 賴在白宮裡不走啊 這個短期的顧慮下面 賴在白宮裡不走呢 就變成了 剛剛這個 書記兄講到的 那麼 中蘇無主啊 這個 前兩天 就是 1月20號 1月18號的話 老共啊 如果動手動腳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 做任何決策的 那麼這裡頭呢 是我看到的長期的顧慮啊 那麼第一個 是經濟太差 美國的霸權 是在經濟上面的 然後第二個呢 這個 難民啊 爭奪市場啊 民族主義啊 什麼都爬出來了 然後呢 疫情啊 帶來的大福聯邦的赤字 所以美國 美元 對於伊蘭紫貨幣 在7月啊 跌了4% 如果美元 繼續跌的話呢 美國 美國現在 唯一的制裁的力量 最有效的 制裁的力量 就是 他用美元 他做金融制裁 那麼 其實 美國在2014年 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很大一部分 是金融制裁 因為俄羅斯 入侵克里尼亞 所以呢 老共看到這一點呢 就開始 拚命啊 搞他的這個交換中心 人民幣交換中心 然後就是希望 能夠避免他 對美國的依賴 那麼 Wubert大概在幾個月前 有報導說 大陸已經把他 美元的持有的 美國國家的國債 把它減去了 三分之一 然後 最近的報導是 俄羅斯和這個 大陸之間的 貿易啊 現在是50%以上 是由歐元來貿易的 就表示說 俄羅斯和大陸啊 都要避開美元的制裁 美元 美國的金融制裁 其實是他最有利的武器啊 那麼 下面呢 就是 下面就是 美國如果不成為 領導地位的話呢 那麼這個 國際社會啊 其實是 沒什麼辦法穩定的 因為 這個世界 幾乎每個國家 尤其是在 疫情之後 包括非洲國家在內 對中國大陸 的信任 都大幅降低 然後俄羅斯呢 它其實是個弱國 它現在只能搗亂啊 德國呢 只能穩住當下 其他也沒辦法 所以呢 我的看法是 這個 未來啊 國際政治 會天下大亂 那麼 11月3號到1月20號之間 除非美國能夠很快的決定 誰贏誰輸 要不然呢 情況會變得更糟糕 那麼 呃台海啊 呃 拜登上來 台海政策 美國和大陸之間的抵議會降低 可是呢 這個一些實際的政策 恐怕還沒有辦法立刻的改變 那麼 台海恐怕還是不安全 不過最少有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啊 不容易啊 就是 拜登的外交政策 應該是 不容易啊 讓這個 台灣覺得有機可乘 可以繼續啊 往那個 台獨的路上走 那麼 我後面還有幾張 在 幾張報告 你們這些都不必看啊 因為這些 其實都跟美國的金融制裁有關 好 謝謝各位 好 我們非常謝謝何教授 就有關美國在 上邊關係上邊所辦理的角色 特別就美國最一陣非常重要的大學 這是意義啊 所影響的手機 我們看美國大學呢 確實是會影響 因為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 可是今年的這次大學呢 實在是讓我們必須要注意的觀察 注意的觀察 好 我們會再謝謝 這個何教授 接下來我們就有關我們 對外關係一樣很重要的 那個部分 就是外交關係 特別是比較一下我們 在過去2008到2016年的 這個外交成就 以及目前所面臨的外交分解 我們請 黃教授 黃菲保教授 黃教授是 目前是擔任這個 國立政治大學 教授 也是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的 外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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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之前很多 現在還是 中國國民黨的 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 另外就是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政治系的 這個教授 我們現在就請黃教授 就有關我們外交關係 裡面呢 很重要的部分 他曾經在外交部 擔任過 這個原則設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那在今天幫我 非常多的馬 他對這部分的了解 非常深刻 我們就請黃教授 謝謝老師 在座各位先進 特別要謝謝馬董事長 邀請我 我今天的談話 當然是針對 過去的一些外交的發展 做一做心得的簡報 但是我所講的內容 都是我個人的意見 不代表我專職 或是兼職各個組織 或單位的意見 在這邊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我的題目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切合今天的大會的主軸 也就是國家不安全 我們常覺得外交應該是 和平的 和緩的 讓大家可以和諧的共存 可是外交可能也會讓 我們國家更不安全 所以我今天想就這個主題 提出一些我的看法 在外交上面 其實我剛跟各位說過 我常說外交它是一場沒有煙消的戰爭 其實在座很多外交界的前輩 甚至駐外的前輩 其實在外面我們也在打仗 只是這個打仗不會開槍開炮 但是後面的這些暗潮洶湧 絕對非常的讓人驚心動魄 所以我覺得外交其實 雖然說是沒有煙消的戰爭 但它其實更重要的就是要 避戰止戰 西方有一句話講 就是說當戰爭發生的時候 就是外交官人物失敗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出發 跟各位談一談 外交怎麼會讓我們國家 變得比較不安全 很快啦 這個大概一分鐘以內 跟各位講一下 我今天提出來一定會有人說 我亂講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對於國家安全的動態的了解 本來就不太一樣 再來呢 我就跟各位談一下 外交怎麼讓國家安全或國安全 最後配合一些實力 國家安全在座有很多的前輩 我不敢在這邊造次 但是我覺得國家安全 它本來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像剛剛何老師說 他看拜登跟川普在德州的這個拉鋸 一叫起來就變了 國家安全更是這樣子 但是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最後一點 就是因為國家安全 到底它的政策內容是什麼 還有我們要做到什麼樣政策目的 還有我們要怎麼樣去因應 其實各黨各派 甚至就算同黨同派的人裡面 可能都會不同的想法 他也沒有絕對的對錯 特別譬如說台海是不是要開戰 開戰之後我們怎麼辦 我們都沒有辦法真正去做的 只能靠電腦模擬兵推啊等等的 來設想可能會怎麼辦 所以呢大家都會有各說各話的情況 這是國家安全 今天就算我們在這邊講了國家不安全 另外一定有些人說 我們國家現在越來越安全 美國來幫我們了 我們台灣越來越抗中了 只有抗中才能保台 所以沒有真的對錯 但是我就提出我個人的一些觀察 我今天這個第二部分的國家安全 或國家不安全 我提的是四大面向 我從很標準的邦交 然後到無邦交的實質關係 然後到國際空間 國際參與到最後到國際的宣傳 這四方面 那這四方面我特別配合了 各位可能聽過所謂的三戰 法律戰、心理戰、諮詢戰 因為我剛說過嘛 外交是一場沒有延宵的戰爭 但是呢 它的本質其實跟我們很多的 這種不動刀動槍的這些 所謂的這個 另類的戰爭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特別把這四大類 配合了三戰的這個觀點 也就是說我們在邦交國的 這個關係的發展上 其實它是跟我們的法律戰、心理戰等等的有關 那我後面的每一頁還會把這個 直接再對應上去 所以各位 現在如果來不及看也沒有關係 首先我們先看看正式的邦交 為什麼講它是法律戰跟心理戰呢 這個我不多花時間啊 因為反正我們講有邦交 就有助於我們中華民國 不管是主張 或者是維持我們主權獨立的這種法律地位 沒有國家承認我們呢 我們當然再怎麼講 我們是主權獨立國家也沒有用 那這個對我們的民心其實也有安定的力量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國家承認 各位可以想像 民眾可能會覺得不在乎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失落感、挫折感 還有感覺到是不是國際社會 逐漸要拋棄我們的那種感覺 一定會增加 所以我才提出這個法律戰、心理戰啊 是在我們維持邦交裡面很重要的一些做法 那在沒有邦交的這個實質關心的部分呢 或許它也是法律戰跟心理戰啊 但可能有時候會有一些 這個資訊的交換 所以我打個掛號 我們先不深就這個啊 我的想法是說 外交做得好 只要外交做得好 包括像美國、日本、歐盟啊 還有其他的願意給我們維持一定關係的國家 他們會給我們至少適時的承認 很多東西 我們在外交界有句話 從很多前輩聽到 就是英文講說 這個 這個叫做 officially we are unofficial officially we are official 這就是我們外交的處境 真的很奇特 當然說馬力來也很奇特 那我們這邊的奇特 真的是很多國家無法體會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維持好的實質關係 我們有足夠的事實承認 也不錯 至少我們的jurisdiction 我們的治權啊 受到很多國家的承認 然後呢 跟這些大國或重要國家的這些關係 那其實很重要的是在軍事 還有國防上面 美國當然是最明顯的例子 所以雖然說沒有邦交 但是我們跟這些實質關係拓展 做得好 經濟可以發展好 包括等一下我們下午會談FTA等等 然後還有包括國防的安全 那在國際的參與呢 這三戰全部在裡面 在座我看到像這個夏里連夏大使啊 這個國主司出身啊 這個三戰他們全包了 法律的心理的資訊 我的想法是 只要能夠參加 我們一定要參加 為什麼呢 因為參加國際組織啊 他可以幫助國際認識我們 甚至可以支持我們的主張 我們如果都不出現 北京覺得最好 反正你的聲音都不要出來 你的人也不要出來 我常跟外交系的學生講 包括我們在 WTO世界貿易組織 各位都知道我們的名稱叫做 台澎金馬 可是我相信在WTO裡面的 百分之九十九吧 外國官員看到我們的大使 都會說 嘿台灣大使你好 他不會說 嘿TPKM大使你好 台澎金馬 台澎金馬大使你好 不可能 所以存在就有希望 存在就有發展 這個是馬總統過去八年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努力在做的事情 存在了 然後才能宣傳我們的主張 才會得到進一步的認同 而且有存在感 還有呢 我們可以從中間得到很重要的關鍵資訊 這一次的新冠病毒就是這樣的狀況 還有過去的SARS 還有國際民航組織 這些國際民航安全規範的改變 太多太多了 參加了才會知道 還有一點是常常在新聞論述上 大家會忘記或忽略就是 參加國際組織可以提升我們 國內觀光政策的決策品質 他深知識可以工作 我們的官員參加這些國際組織 知道原來你們是這樣討論事情的 原來你們有那樣的想法 這個對我們自己是有幫助的 我們中華民國被孤立的太久了 我必須講我們有不少的工部門 就我最近這個行走江湖的經驗來看 其實已經落伍了 他不知道國際上這些真正在做的是什麼 或者為什麼主流思想是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背後的認識這個決策的過程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幾乎都沒有 我們都很想告訴我們 這個組織他們已經規則變了 要從A變成B 我們就變了 後面我們可能要花很多時間才能了解 為什麼國際上這樣做 間接的影響到我們公共政策的決策品質 所以國際參與有人說 哎呀我們不要參與啊 這個聯合國要花很多的會費啊 或者參與之後我們叫做Chance Taipei 對 這個可能都是要付出的 不管是經濟上或政治上那些小小的代價 可是呢 對我們國內的公共政策 絕對是有很大的幫助 參加NGO也是一樣 國際宣傳呢 他當然就是資訊站最主要 當然還有一些心理站的部分 我們只要在國際宣傳上面做得好的話呢 兩岸的分支互不隸屬 國際上知道人會更多 所以中國大陸講了什麼台灣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峽下的一部分啊等等的 我們就至少可以有一些抗衡的聲音 而且呢也可以彰顯我們在過去這幾十年來 在台灣的發展的這些民主自由的這些成就 然後國際輿論的支持 更不用講說可以透過各種軟實力的行銷 讓國際可以關注到台灣的存在 不然的話 我們其實有個朋友在開玩笑 華航改名字讓他改啊 叫台灣NOS也可以啊 反正外國人都會看成泰倫的NOS 台灣泰國常常被搞錯嘛 不是我們不努力啦 而是說外國人本來對我們就不熟悉 所以他一看到TAI開頭的外國人他就會想到泰倫 所以我們的國際宣傳真的很重要 那這也是讓外交做得好 特別新聞局併入到外交部之後 新聞局的國際宣傳也有 併入到外交部之後 其實外交做得好 國際宣傳做得好 國家相對會獲得安全 那這一個是第三部分 有當前實力的這些簡單的介紹 這個圖好險不是我們的股市 這是我們的邦交啦 雖然說在這裏已經變成2019年的時候 已經變成15國了 但現在的政府感覺好像 沒有很重視這一塊 沒有很重視這一塊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外交的預算年年增加 機密預算增加 正常預算增加 用去哪裡 如果有滿我們邦交國的話 我們邦交國就拿到了更多 我也可以請問一下蔡政府 當我們要參加WHA的時候 還有像南太平洋島國 譬如說19年佐洛門吉利巴斯斷交的時候 蔡政府有沒有額外提供一些經濟的誘因 讓其他的上層的邦交國不要再有二心 蔡政府不敢跟我們講 但是從預算的增加 從一些外交跡象的顯示 我可以做這樣合理的懷疑 那這是當時斷交的狀況 慘不忍睹 所以在外交界或駐外的朋友 應該聽過一個小故事吧 我們有一個外交官 這一年多裡面搬了三個國家 他搬到哪裡斷到哪裡 真的 我想再說外交前輩應該知道 所以我剛剛在想 這還不只是國家不安全 這是家都不安全 他的氣小就跟他搬 搬到最後怎麼辦 換學校啊搬家 這都是問題啊 所以這外交士氣的無法被激勵 而且受到很多這個國際的限制 我們國家的地位受到影響 好第二個是我們的實質關係啊 民進黨政府講最多就是 我們跟美國關係的好 甚至呢外交部的官文書上還講說 這是台美關係史上最好 我就想說艾森豪總統如果地下有之啊 他1960年來的時候 原來不是我們兩邊關係最好的時候 尼克森當副總統來的時候 原來他也不是我們兩邊關係最好的時候 一定要民進黨當政了 才是台美關係最好的時候 那這一張圖各位都看到 為什麼我把它也當成是心理戰的一部分呢 因為這個我特別提一下 這個人在南部高雄打魚的張靖 張先生啊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這個都沒錢好 我說怎麼 我們仔細看一下 確實是這樣子 這兩位簽的是 美國的衛生部長來台灣的時候 的一個叫做紀念聲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發個紀念聲明 但他們簽的時候呢 明明寫文章的主體 都是美國衛生部長阿薩爾 我們的陳時中部長在旁邊加個簽名 兩邊突然就好像交換了一個什麼文件 這在外交慣例上 至少我很淺薄的外交慣例屋上 我沒有看過的 那這兩個的簽名 各位知道這是AIT的處長 那這是我們的過去的北協 現在叫做台灣美國市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現在在外交部轄下的楊珍妮 他們兩個簽了一個台美醫療衛生合作備忘錄 可是各位去看看衛福部的新聞稿 上面怎麼寫呢 這個備忘錄的成績提升了 由雙方的衛生部簽署 明明不是阿 包括這個備忘錄 上面寫的都是AIT跟TECRO 就是美國在台協會跟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名稱都寫這麼清楚 部長大不了是在旁邊見證 結果我們的新聞稿寫成是 兩邊的衛生部長成績簽署 這種變成一個心理戰 心理對誰宣傳呢 當然是對內部 那這些對美國邦交 我不是說 對美國關係 我不是說沒有好的 而是說不應該把這些東西變成一個內部的宣傳 讓民眾覺得好像台灣跟美國關係史上最好 包括了 還有這邊很多的 這都是從外交部的文件摘下來的 有些當然是沒有錯 當然有些也會引起一些爭議 包括什麼蔡英文的專機在美國停留的 過境的時間最久啊 他去了什麼第一個聯邦的機構啊 其實我們不要講這些知為末節的事 因為過去有的事都沒有做過 但宣傳上好像變成史上第一招了 還有印太的戰略 如果我們真的是美國不可或缺的一環 還真糟糕啊 最近的環太平洋軍演 我們突然被忘記邀請 所以這其實都是台灣跟美國關係 確實目前很多正面的發展 可是呢不要把它吵得過大 日本呢 對沒有錯 日本他們都跟我們做 我不知道國會跟習近平民有太力道前所未有 因為日本已經大概有兩年沒有對我們講太多政治外交上的好話 那其他的地方當然都有 但是我也提醒各位 在馬中央的任內 台灣跟日本簽了二十多項合作的文件 而且他的值 他的值是非常高的 包括避免雙重課稅跟逃稅 包括了這個恐怖主義的這個防洗錢的資訊交換 還有更重要 還有包括這個投資保障協定 最重要的最受大家注意到是2003年的台日漁業協定 談了17年談不下來 從以前總統的時候 終於被我們談下來了 這二十幾項 數量我估計應該超過目前 蔡英文政府的 而且呢以值來講絕對是遠遠的勝過 好 國際參與 這是2019年的一些資料 我只是要跟各位提醒說 我們參加另外 這當然我們參加第五個還是第六個的漁業協定 但是我們都是用捕魚屍體 民進黨不是每次都在罵國民黨嗎 你都用這些奇怪的名字 用奇怪的身份 外交部自己都講了他是捕魚屍體 然後參加了一個信田翁 這應該叫念智吧 信田翁水智鳥保育協定的諮詢委會 我們叫觀察員 外交部也拿出來講 那IKEAL呢 WHA呢 都不見了 所以其實我們國際參與是退步的 更不用講這一個 這是我從外交部的原文 稍微刪解一下出來的 我們參加了美國借用聯合國總部大樓辦的一個 世界宗教的自由會議 我們在紐約的當時辦事處處處長 我們在座很多好朋友 他就出席了 坐在後面 外交部宣傳說 這是我們退出聯合國回來 再一次振奮人心的國際參與 我們的官員終於進到聯合國總部 都是 Disinformation 但是呢 就這樣講讓民眾覺得 真是有突破啊 美國好挺我們 美國 他就借聯合國大樓辦了會議 我們的官員當然可以去 就像在座各位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座台北市議員在這裡 我們在座每一個是台北市議員 而且這真的是我個人第一次進到台北市議會 感覺的很光榮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這個振奮忍心的會議參與 所以我覺得不要 不要把這些外交的一些事情 說的好像什麼不得了的一樣 特別是過去比一比 值跟量其實可能都有退步 最後一個國際宣傳喔 這個是外交部的推特了 推特裡面呢在講中國當然連豬都管不好 就是外交部其實不用管人家豬溫管的好不好 但是他就一定要去試一下 特別這個JW 不是那個Hotel的所寫 JW其實當然是我們的外交部長所寫 另外呢 外交部的這個宣傳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防疫表現真好 國際媒體讚揚 各位可以看這麼多 比剛剛那個蘇董市長修的航空母艦的點還多 可這些媒體喔 因為抱歉這個只能放這麼大 譬如說張良人大神 在新聞區國際處長都做過 這些媒體 各位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國際重要媒體 我特別只求證了一個 求證一個就是在泰國的 這個叫做Workpoint Workpoint News 我問我朋友 我朋友說這個一點都不主流啊 但是呢 各位知道我們在國外有五十幾個處 五十幾個點都有新聞人員 專業的 然後反正大家沒有還有外交部同仁 大家就把聯絡自己的媒體朋友放這些消息 然後全部做成這樣 哇世界上都在說我們防疫做得好 我們自己做的 宣傳要做 但是不要做到最後變成出口轉內銷 來騙我們自己國人說 好像國際的媒體都說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是做得不錯 好 外交部大頭貼 再做各位外交部的先進 包括我自己在那邊做過兩年 舊的 新的 臉書的logo換成這樣要幹什麼 真的沒有很好看 至少我的感覺 我可能老骨板 然後呢 包括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字樣啊 英文中文都不見了 外交部 同樣一句話 各位 尊重小編的創意 各位 這句話最近應該聽過嘛對不對 尊重小編 所以我覺得 以前 這個秘書長 以前我們做的研社會主委 可能沒有小編重要 我做研社會主委 如果這樣建議 楊部長把我打一頓 但小編這樣做可以 小編這樣做可以 這都是宣傳上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掌握社群媒體 外交部我覺得這個要求也是對 我聽到一些年輕的外交官說 好煩喔 每天要去推 每天要做Facebook 這是對的 但是呢 工作方向對 但是內容不要亂做 所以我肯定外交部 著重新媒體 著重社會媒體 但是內容不要亂做 所以我講說 這個我們宣傳有些務實 但很多是務虛的 大外宣 甚至都滲透回來變大內宣 然後剛才 包括那些圖啊 外交部的部輝 很多外交部的宣傳 去中華民國化 所以中華民國是個罪字 各位最近看到這新聞嗎 這也有外交部前輩說 那以後我們就自稱叫做 罪字外交部好了 因為中華民國等於罪字嘛 所以中華民國外交部 就等於什麼 罪字外交部 很無奈的笑話 但是外交部這樣搞下去 應該外交部最挺中華民國的 外交部自己都不管 這就是民進黨主政之下的混亂 好最後很快結論 時間也到了 就是我們的這個 蔡政府時代的外交 怎麼樣讓我們國家變得不安全 總結來講 在法律戰的方面 它不重視我們的法理基礎 它又沒有辦法用它心裡面講的 一個新台灣國行走在國際社會 韓單學部嘛 然後呢 長期下來 我們國際法人的地位模糊化 甚至會影響到我們在南海的主權的伸張 影響到甚至 有人跟我們講影響到我們故宮的 這些文物的一些權利的伸張 太多太多 心理戰呢 蔡政府對內都講過 我絕對不接受馬英九政府時代 什麼台北去參加WHA 最後還是去啦 2016年的5月還是去了嘛 用Chinese Taipei 然後蔡英文回答記者的問題的時候說 我們覺得這個沒有矮化的問題 他跟馬政府時代做的都一樣 當時罵了我們7年 然後他自己上任的第一年也是這樣做 明的不接受矮化 那按的完全跟我們是一樣的路 然後但是呢 國際的官司的空間真的越來越小 最可怕的就是透過這些大內宣 或是一些扭曲的消息 讓國人產生了一些誤判 甚至有些錯誤的期待 這個是讓國家不安全很重要的能源 最後資訊戰上面 我看到太多的誤虛喔 去叫人去指戰去罵戰 告訴你一些 真的不是符合現狀的說法 所以外交上呢 因為這樣反而宣傳變成一個去引戰 而不是去行銷我們的這個法理基礎 國家裡面 或者是帶來和平的 這都讓我們國家更不安全 所以以上是我的這個很簡單的報告 也希望各位等一下在提問的時候給一些指教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黃副教授 非常精緻 就與關於我們今天中華民國對外的關係裡面 外交關係跟以前過去的這個處境 做一個很明確的這個 具體的這個說明 就謝謝黃副教授 接下來就我們剛剛三位 這個與唐人組講人的這個演講啊 各位在座的先進有沒有什麼 要請教他們 然後去提出來跟他們討論的 那我們就交換給大家 我們沈大使 沈市長有非常好的有所的同事 我們沈大使 沈市長有非常好的有所的同事 我們無數今天要來講 今天我們有關係的事情 不只是今天8月22號 應該是5天前 8月17號 就是817公報 大家記得嗎 817公報非常重要 因為最重要的句話就是 美國不承認 他有英文寫的 美國不承認 他就說 No position 我們question of Taiwan sovereignty 這個話怎麼來呢 是我們在 在美國國會努力 把它這個 事實上把這個東西把它 善化一點 把它做好一點 當初外交部本身 做那個努力 把這個 環境公報 那個時候 對我們有六項 不支持的事情 我們把它做得比較 對我們的利益 我們所幫助 我們都說 這個 如何 第一個 美方沒有同意 在軍售上 結束 盡定結束期限 第二個 美國同意 在對我軍售上 不先與中國之商 第三個 美方無意認為 國營是公共直接 不調停的人 第四個 美方同意 不修改 台灣關係法 第五個 美方並沒有 同意 變更他對台灣主權的 一關立場 第六個 美國同意 不再 做任何施加壓力 使我們與總統談判 這個事情做的 美國做了很多動作 包括 來跟總統 跟中國三個領袖 寫信 就是鄧小平 沒有幫 跟趙紫陽 三個領袖 寫信 很多事情 我覺得今天外交都沒有做的事情 把過去的歷史拿出來想一想 怎麼能做 當初做的事情做 兩個做得很努力的 在美國國會做 兩個國會的思議 一個就是在下國 另外一個 今天高高在上 就是我們總共國會處長 李桃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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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們會純粹靠軍售 軍售當然非常重要 我們剛剛提到過 我們非常感謝美國 對我們提供實質的幫助 但是除了軍售以外 我們當然要像其他 能夠維護台灣安全的 不一定要均勻相鑑 軍售的部隊 記得雷根總統在的時候 用先戰的方式 把蘇聯搞垮了 今天我們要看看台灣 在購買軍售方面 會走到什麼程度 我們的財力 經費 能夠負擔到什麼程度 這是大家要盡力思考的 台灣的生存不只是靠軍事 我們還要經濟 我們還要很強大的經濟力量 非常謝謝沈大使 好 我們是 來 龐教授 龐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國家發展與中國大會研究所 龐建國 我想有個問題 就是 川普呢 打台灣百大都小了 那麼 拜登會有什麼樣走向 大家也會關注 那麼最近有事情 就是呢 美國民主黨的大會 在對台政權的部分 原因是 一個中國政策 加上台灣關係法 那現在把一個中國政策 拿掉了 只佔台灣關係法 那對這個事情 該怎麼樣去理解 有的認為 就說台灣關係法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之下定定的一個法案 所以呢 把一個中國政策 拿掉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因為我是很嚴重 那綠美 就非常的興奮 所以我想對這個問題呢 請教任何一位 那我們的這個 發表人呢 可以來談談這個問題 其實喔 這個 兩黨開這個大會 鄧剛啊 通常是 沒什麼重要 那麼主要是看他 他會來啊 這個拜登呢 他到時候 用哪一掛 去搞外交政策 那麼 我的了解是 共和黨大概 最煩 川普大概就是 國家安全 外交政策的這一塊 那麼 美國的 搞外交政策 拜登的這一塊 民主黨 大概還是會回到 馬馬時代 就是 還是要穩重取向 那叫美國放棄機的 中國那時候 他讓這個 川普啊 就是 說台灣 去 去 去鬥這個 老共 那麼 增加到放棄的中國 我看來也不會 所以我想 這件事情 還好 沒那麼嚴重 好 謝謝胡教授 接下來 是不是哪一位 好 我們這邊 也有個年輕的 謝謝 謝謝 先生 不好意思 我是來自 南疆大學外交系 國際關係學系的 學生 那我這裡想要請問 就是 剛剛有提到就是 所有外交方面 跟 國防這方面 可是我們沒有講說 就是 在我們內部 你要怎麼去改善 我們在政兵 跟木陰制上面 要怎麼去改善 因為在我們現在的歷行 只有四個月 這樣在操作很多 就是實質上 像軍事設備 以及 對於軍事上面的所謂程度 能夠不及其他國家 像是以色列的話 他們現在是正兵制 他們對於 他們對於現在國防安全 他們人民 或是 在需要 服役的 那些 新狀態的時候 他們 對於這方面 都是比較關係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改善 或是 去看待這個事情 謝謝 謝謝 你下午會不會在 你下午 等接種 你的學長報告完 他一定給你最好的回答 你現在可以看看 接種的 從68月開始 請大家介紹 拍一遍 拍一遍 謝謝 這樣說 還有一位老師 我是浙江大學 那個部門管理學院的 畢生長 我是那個 博士生 我是台灣人 我想問一下那個 我想問一下那個 趙建民、趙院長 因為我那個 對於那個 您考慮 最後一個 一段 就是台灣需要 什麼樣的 那個兩岸政策 就是 我自己有會的疑問 就是像是說 現在那個 現在香港問題 從去年的那個 反送中到今年的 國安法 那現在就是 至少 宣傳上 不是說那個 五十內部電影打破 然後還有那個 國安法問題 就是說 像他們怎樣 台灣這邊也在談 然後其實 因為我是那個 比較常待 那個大陸裡面 大陸對台的那個 宣傳已經不太 像是以前那樣 就是說台灣問題 他們會比較美化 會特意刪 就是說他們會 釋放一些什麼 類似胡桶啊 類似那個 流島不留人 類似那樣的畫面 也比較不太 也比較不太廣 就是說 在現在那個 中文共產黨 他宣傳之下 就是說 他對台灣 已經應該 我自己覺得應該 不會再相識香港 他可能更會強調 說共產黨 統治一切 然後沒有在什麼 那個 國良知 然後 就是台灣的空間 越來越小 而且現在兩岸說 真的現在也越來越 有那個 劍把人裝的情況 那即使這樣的話 你還是會認為是說 那個 兩岸能和平 來代替軍備競賽 或者說大陸尊重 跟欣賞台灣 我比較想 我想聽到這個 我不知道 謝謝 我不完全聽 聽懂 你究竟要問的是 什麼問題 是說 香港 兩岸關係的發展 會跟 當前香港那時候 像不一樣嗎 好像是不是 這樣一個問題 喔 是嗎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大陸可能 看是說 香港問題 他可能之後也會改變說 他的對台立場 因為其實香港算是一個 先從者吧 我應該 我會這樣理解 就是說 香港怎樣 然後他說之後 我猜如果說 他們對台策略也會因此而改變 我也猜 我是這樣理解 OK 我也比照剛剛也 那個 何教授的這個說法 下午 我們有一場 兩岸稱國防的 有一篇文章是 蔡局長 前國安局的蔡局長 他對當前 中國大陸對台政策 我建議去看看 先看一看 那些 PowerPoint 非常詳細的內容 我剛剛也受教很多 針對你的問題 我感覺就是說 讓中國大陸要改變 一國兩制的說法 應該是不容易 可是他會做怎麼樣的調整 去年他就做了一些調整 就是說 台灣方案 那麼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跟 他對香港一國兩制內部內容 會不會 會不會一樣 我自己的感覺 完全同意 台灣跟香港的情況 是不完全一樣的 那麼 所實施的一國兩制的內容 我相信也不會一樣 更何況 中國大陸從1997年實習 實施一國兩制 實際上 實施一國兩制的結果 也汲取了很多的經驗跟教訓 我感覺 絕大多數是對他們 不是很友善的經驗跟教訓 我感覺他們的應對 是比較脫離香港民意的 特別要講 我感覺香港的民意 是出現了重大的變化 跟以前出現了重大的變化 就好像台灣的民意 對兩岸關係 也跟以前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一樣 就從這個角度來講 港台是 面對中國大陸是比較相近的 就是說 面對中國大陸變得更強大 國際上更強大 我剛剛的報告講 它更積極 它對港對台 不要說對港對台 對美國對其他國家都更積極 對日本更強勢 因此對港對台 它一定也是更強勢 在加一個大的背景之下 港台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其中一個類似就是 老百姓對中國大陸的反感增加 我覺得這是當前 香港為什麼出現變化的一個重大的變數 這也是台灣我覺得當前危險的地方 因為老百姓 好像對中國大陸反感更增加 長期對大陸是不會有太多好感的 一般而言 可是現在看起來反感更增加 這跟政治選舉很有關係 因此使得兩岸關係 包括陸港關係的處理 我感覺這個困難度都增加 可是我剛剛說 就是說從大陸的角度來講 它會有一些共同的原則 可是情況應該不會完全一樣 可是從港台的角度來講 面對中國大陸好像是有一些 一些一樣的 就是說發展的這個軌道 假如是假如實際情況 真的是如我剛剛講的這樣的觀察的話 那對未來兩岸關係處理 增加它的變數 謝謝 會長 謝謝趙教授 趙教授的這個說明應該 就你的部分說明還清楚 謝謝 各位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嗎 好 我看到了 謝謝 請先放五名 好不好 謝謝 我可以講話 台大GNBA 我想請教黃教授一個問題 我自己只是在上海出身 然後在美國成長 然後畢業於加州大學 那 我們台灣華人一直對中華民國有種期待 包含自由民主是台灣的更新價值 那我有一位年輕的好朋友 林嘉欣 他最近也在推動讓中華民國重派與合國的 用年輕人的方式去提升台灣的國際價值 那我想請問黃教授就是 其實 就您的實際建議來說 從務事外交的角度來說 有什麼台灣可以做的 去突破這個外交困境 以及在現在新的美國的政策 把中共一等同於中國的這樣的一個 新的一些策略上面 有沒有在這其中可以有利用的機會 謝謝您 謝謝 這個問題真的是 知識體大 在座 我剛剛還特別請教一下夏利元大使說 他願不願意回答 因為他又是以前國主司司長 又駐過紐約 然後又是外交部的政司 所以如果容我在這邊這個班門弄斧的話 我們現在參加這些特別是重要的國際的政府間的組織的可能性 基本上各位看得出來趨近於零 特別是像在聯合國這樣的這種組織 敏感性真的太高了 所以我覺得過去馬政府的八年我們選擇是聯合國周邊的這些專門機構 其實這樣是對的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我認為說存在才有希望 存在才能發展 所以是不是以中華民國名義 不管叫重返聯合國或參與聯合國等等 我覺得都好 我們反正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個政策的理想 但是務實的來看 我覺得我們現在大概能做的第一點 就是繼續試圖去參加聯合國周邊的專門機構 第二點 要在這些重要的專門機構的議題領域裡面 要喚起台灣民眾的重視 那時候WHA就是很好的例子 特別是SARS 但是其他的呢 各位可以去問問看國內的民眾嗎 國際民航組織沒什麼感覺 那現在民進黨 他就更可以明正言順說 反正你沒感覺嗎 我就不要推動了 你不在乎我會不會推動你 所以我覺得第二個 當然要喚起國內的民眾 在那相關議題的主要的認知 還有他的感覺 那第三點 其實我們忽略很久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人才 我們常在開玩笑 如果下個月突然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國際上開放了十個重要的國際間的政府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會 世界銀行 甚至什麼 開放 你去參加 讓你trial membership 會選事辦一個月 我們有沒有人可以去 我們的司長 我們這些司長坐在那邊可以直接就發言了嗎 發言會不會連那些我們看不起的國家都比我們好呢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人才 其實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就先大概提到這邊 我覺得您的問題很好 但是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一層一層這三個問題 其實如果沒有同步解決的話 我們參與國際組織可能最後也只是丟臉而已 而且機率真的太少 我就先很簡單的回到這邊 謝謝 好,非常謝謝黃教授 不曉得這些部分你了解 還有一位 OK 好 所以邊邊那一位先從邊邊那一位好不好 所以邊邊那一行 OK OK 好 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 提出四點一見 第一個 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中美貿易戰 中美戰 中美貿易戰 中國絕對不會輸給美國 但是他會輸給自己 為什麼呢 他是政治自己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 帝國兩次會有問題的主因 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鄧小平一組 注意上網可以看看 這就是解答的問題 真正的解答 也就是說 中共最大的問題是他自己 第二個 我們修憲的時候 千萬千萬不能夠 不能夠費考間 因為一費考間兩個的話 整個那條修憲的叫自憲 因為有一半的先往台灣改掉 第三個 不代理投票 全世界有92個國家 都有不代理投票 台灣沒有 因此台灣平常叫民主國家 因為你連投票的 尤其都不可以 只有台灣一定要 再復旨去投票 這我們是不是要 也就是說 我們國民黨 國民黨別的 我們趕住他新線 趕住他廢線 趕住他混線 謝謝 各位好 馬前總統好 我是台北城市科大的退休教教授 這個周明台 那麼 我認為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馬政府跟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 外交政策跟兩岸政策 都非常非常的這個正確 而且從中國近代史看來 沒有任何政黨 比這個國民黨 對國家的犧牲奉獻 這個 這個更多更 更大的 但是 這個國民黨有一點 一直我覺得掌握的 這個不夠好 這個這個 因為我本身非常喜歡這個 街頭運動 所以我對這個 人民內心深處的 那個唯妙的心理 掌握得還蠻好的 人民的內心深處 他有一個唯妙的心理 他喜歡一個勇敢的政府 一個不畏戰 不怕死的政府 所以我認為 國民黨的外交政策 兩岸政策 都是非常非常正確的 但是 國民黨要重新給人民建立一個形象 中國國民黨 是個勇敢的政黨 一個不畏死能夠 保護人民 保護中華民國的政黨 謝謝大家 加油 好 謝謝 就第一個問題 我們請趙先生說 怎麼樣做的說明 剛剛有提出來 這個中國大陸最大的敵人 是他自己 我完全同意 現在看起來 大陸的問題 也非常的多 我剛剛也約略的提了一些 各個方面 從外交到內政 經濟 它內部的經濟社會控制 社會控制一直在緊縮 想要各位 跟大陸學界有保持聯繫的話 恐怕就可以知道 現在 很難跟他們談什麼話 什麼話大概都傳不過去 都會被自動篩選掉 那麼看起來 有異界的人 也很多 也不一定敢講 因此 中國大陸內部有他的問題 我覺得 我們的執政黨 台灣有一批人 每次談到兩岸關係 就一直強調對方的問題 就是他這個不行 他這個不行 老師我看到有一些所謂的專家 老師一開口就說 習近平權力不巩固 我聽了都不知道怎麼跟他對話 老師說人家權力不巩固 那我們總統的權力巩固嗎 看起來他剛剛走了一個秘書長 接了一個又換了一個秘書長 然後看起來還機會 他分公司主任也要掉開 他權力巩固嗎 我覺得我們走 你不要擔心總統的權力 我不覺得我們擔心我們總統的權力 我不覺得我們要擔心對方的權力 對方領導人的權力 我覺得我們內部有一些老是覺得 好像中國大陸中共馬上垮了怎麼樣 一出口就我們每次 我竟然看報紙都看到國安高層 說中國大陸內部怎麼樣 因此他現在飛機來台灣 都是解決內部的問題 我看了都緊張 看了真緊張 你要一點點國際知識嘗試的話 就知道國際上是強調實力的 一國兩制好不好 我們內部老是說要台灣老百姓不接受他的政策 可是我就跟這個來講 我們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大陸民意 大陸14億 將近14億人 我們都不考慮人家的民意 按你的計畫人家會制定他對台政策的時候 考慮我們的民意 這很可笑的一個假設 這是我們制定政策 國安政策一個非常可笑 也非常幼稚的一個假設 我們老是假設 對方制定對台政策的時候 會考慮台灣的民意 我就跟他講 你我們的大陸政策制定的時候 你去這個去那個 然後這個反那個反 你要不要考慮過大陸的民意 你隨便到大陸網路上看一看 就知道人家民意了嘛 你一點都不在乎 然後你說你對方制定對台政策的時候 一定會這樣 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會考慮台灣的民意的啦 多麼的幼稚 英主華這樣講的就是說 一國兩制我完全同意有很多的問題 可是從他的角度來看 有什麼問題 他大你小 他大你很多 你小他很多 這是為什麼他對香港啊 就我個人覺得香港 我經常在問 北京為什麼這樣對香港 香港正好中國人的驕傲 全球的驕傲 他是國際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 這是中國大陸雖然在數字上 你看什麼評估上 上海深圳的國際金融中心的評比都上來 實際上 不管上海或者深圳一段時間之內 是不可能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 為什麼 基本的要素不存在 那就是什麼 你要經濟 金融要開放 你不開放的話 不可能成為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啦 可是其實這樣 北京根本不在意香港耶 表示什麼 一國兩制他不會變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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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位同事 還有兩位 好 我們就這兩位 因為我們的時間已經 好 謝謝他們 好 謝謝 首席各位先進 高興今天也要來參加馬龍基金會的研導會 剛才針對黃建國教授的問題 我基本上是同意何時音教授的回答 何時音會回答的是 民黨的黨綱 基本上是遼佩一個 真正要看他政策怎麼執行呢 是看他的未來任用哪些官員 但我就是覺得呢 今年情況比較特殊 過去 中國問題 或者是台灣問題 也會成為美國選舉的 選戰議題之一 但今年呢 中國問題和台灣議題呢 卻是美國大選的一個主軸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狀況 所以拜登呢 他這樣做呢 第一個是為避禍 主要是他不想被貼 貼上被親中的標籤 所以他把一中政策 從這個政策上拿下來 2016年民黨是有 台灣關係法 也有一中政策 那麼第二個呢 我覺得民立黨的很奇怪 這個沒什麼好高興 其實一中政策 對台灣來講也是一個保障 雖然它下面涵蓋的是 三公報 上海公報 建交公報 巴西公報 都是在一中政策的精神之下 一中政策特別是數在哪裡呢 就是美國 反對台海問題 或者台灣問題呢 以非和平的手段來解決 也就是必須要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 那麼 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拜登假如輸掉的話 當然大陸也不會特別去理會者 但一旦拜登贏的話 就跟2016年呢 蔡英文呢 總統 跟川普 還沒有就任的川普 打電話一樣 就製造出一中問題的一個問題 一個重大問題 那時候中國大陸 就可能又會派楊介石之類的人 來跟拜登聯繫 因為呢 這是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說 假如一中政策不存在的話 中國大陸三公報也就沒有根據 也沒辦法 有一個很正當性 所以這次呢 我覺得這次呢 剛剛黃建國教授提出來這個論文 也有選舉的考量 也有這個象徵性的考量 不過當然要看 拜登是否能夠當選 選上才會第一 選不上這個黨章呢 就當作廢紙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神醫師教授 謝謝您 好 各位的一千 還有剛剛是不是還有一位 還有啊 好 就是這一位啦 我們再 好 先不好意思 擔任各位的休息時間 主播包 我是一名自由從業者 也是上個月才決定加入國民黨 那晚輩心向各位的前輩致敬 那對於台灣發展的貢獻呢 是晚輩來做不到 所以這也是晚輩需要學習 那今天我準備三個個人的請見 那希望能夠幫到台灣 那如果其中有不足有物 那希望前輩們能夠多加指點 那對於轉AOAN 我覺得可以從三點來看 第一點 鴻灣的整體系思維 台灣的核心價值我覺得 是在促進民族大權 這個是國父的思想 一見民國 這不只是國父對人的思想 我想這應該是延皇子孫的 原本精神 也是共同效法的傳證意志 那第二點是 為觀的相對性思維 台灣需要求同存異 需要同理性 知眾人眾尊重 請聽不同的聲音 解決彼此的困惑 減少多餘的成見和對立 滿足和補權合一的共同期望 第三點知己知彼 對內需要化解成見 不需要再相互公罰 而是互相補足彼此的缺陷 承擔責任 既然有想法 就要和解法律的方式去實現 這不是只政黨或對立黨的責任 而是全民有自治式的責任 對外 我們需要理解中共的中國夢 維持他們正體穩定的基本原則 國家發展的原則 理解中美分配的分歧 根本是資源分配 所以我們需要具備危機意識 台灣因應保障 國際物流通常 保障全球人民 資產安全 全體和公共同乘 錯位解分 作為國際綜藝協調真正的角色 作為人類為民創新發展的經濟基地 以為台灣在國際關係中持有什麼立場 我相信台灣不只是台灣人 台灣應該是中華民族 是全球追求以建設大民世界所有人民的模範 中上所述 法論方向 例在理中正 安律民得理之為原則 行事以本理中 效仁愛信義和平 錯誤解分 自行 自然自強 自由自在 彼此尊重 求同存異 各得其位 用同一心 用德性智慧 不爭 故沒有人可以爭 信義和平 化學合理 幫我們以上幾點 希望今天的能夠 我想謝謝您報復的意見 我想你們看法非常正確 我們非常感謝您 因為時間已經超過很多了 現在已經 已經12點了 所以 我非常感謝今天各位來參加這一場 有關於我們國家生存發展 很重要的兩岸問題 還有各樣關係問題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了解到 這個兩岸關係 對我們國家的生存 非常重要的影響 關係到我們各樣的關係 關係到我們跟其他國家的關係 最後那一點就是我們必須要了解 兩岸對抗 絕對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過去幾年曾經在過去民進黨製作的時候 用對抗的方式已經證明 事物失敗的政策了 八年時間在馬中統戰以後 用和緩的方式 用妥善處理的方式 建立不信的方式 才是正道 我們這一點應該大家有共識 今天這一場非常重要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 大家不要忘記 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就是要維護我們的主權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國家 沒有外交關係 就是因為我們不被承認 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 甚至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 這個才是我們面前的困境 所以今天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怎麼樣來提升 我們跟這些無邦家國家實質公司以外 進一步強化我們跟他們的合作 讓他們肯定我們 然後提升我們的國際地位 逐漸的來讓我們更唯一的參與國際社會 這一步我再次感謝大家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